哈囉,我是阿咪 今天來到內湖的學學文創 帶大家來看一看期待許久 Audi新一代的豪華旗艦車款A8 新一代的A8它其實在2017年就已經問世了 現在它首播以雙車型的方式導入國內 分別是短軸車型採用柴油3.0升V6運行 還有長軸車型採用汽油3.0升V6引擎 其中長軸的車型呢 它標配的Premium套件 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後座取向的車款 它們的預售價格分別是 新一代豪華旗艦其實有相當豐富的科技亮點 可惜國內受到法規的限制並沒有全數引進 但是依然相當的怡人矚目 就外觀頭燈來說 雖然說少了雷射頭燈的配置 但是MATRIX 高階LED 矩寸式頭燈 就有32組獨立元件可以變化 提供相當出色的照明性能 尾燈則是 OLED 技術 不到一厘米的厚度 可以進行多元的光型變化 雖然說科技感十足 但是價格也相當驚人 A8內裝可以說是品牌新世代高階車款 座倉設計與會的起源 虛擬座倉概念簡化了實體按鍵 並由高解析度的螢幕和虛擬按鍵取代 使用上比想像中好適應 親和力也相當足夠 至於感覺呢 雖然說明顯科技感超越了豪華氛圍 但舒適性毫不打折扣 尤其是獨立電動調整 還有忍熱通風功能的獨立式後座相當尊榮 相信各位老闆應該不會嫌棄才是 看完車提醒各位 目前新一代的A8它還沒有正式發表 今天只是預賞而已 所以它的配備還有售價 都有機會隨著策略再一次的調整喔 最後呢 我們要提醒各位 記得在影片下方留下 你對新一代A8的看法 在截圖轉貼到我們的文章下方 就有機會參加抽獎 同時我要提醒大家 再跟各位講一下 我們下一週要做一個熱門SUV的極評 大家千萬不可以錯過了 我們下週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週再見囉 再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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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